凡胎旅客要到防疫旅館隔離 機場人員會依照距離幫你安排不同的車種 一種就是像這種跳表式的防疫計程車 還有一個就是像這種包燙式的租賃車 不過要特別注意 要在擋風玻璃前面有貼這張貼紙的 才是有跟機場申請過的 沒有貼紙的 萬一發生疫情 可能就難以追蹤 統計1月8號單日有2083人入境 不過經過申請合法的租賃車 只有120輛 車子不夠派就找外面支援 但這車沒有防疫標準規定 你敢做嗎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裡面 消毒有沒有完全什麼的 所以當然一定會擔心啊 尤其最近有計程車司機確診 沒經過申請建檔的R牌租賃車 恐怕難以迅速掌握足跡 疑似沒申請的租賃車被拍下 也就是俗稱的黑車 除沒在機場附近 連計程車司機都說 從外觀很難分辨 我們沒辦法去分別啦 因為他們現在也有交支援車進來 那我不曉得他們現在的作業是什麼 我們也有交支援車支援 可是我們這也是合法的防疫車 不過租賃車行業者表示 只會載送一些工作人員 不會再入境旅客 我們有排班 但是現在也是不能預約啊 它很麻煩 它現在很麻煩 就是我們在那邊 我們在那邊排班 也是要按照順序 就是你機場出來 也沒辦法指定我們 但即便是工作人員 像最近確診的保全清潔員 其實也是高風險 雖然租賃車收費便宜 價差都至少一半以上 不過民眾搭乘 還是要特別注意 有沒有申請標章 否則可能會成為防疫漏洞 TVBS新聞 劉宜俊 黃金穎 張一科 桃園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